看到臨時眼睛一亮 賣猛撒嬌還會握手 大長犬妮妮今年已經12歲 去年8月被新北市治所高職 領養回來變成孝犬 但8個月下來 卻成了不少學生眼中的問題 很吵 然後 說有洗澡那是就是都很臭 派瑞犬老師是被咬到鞋子壞掉 咬到物品壞掉 膠字頭 受傷 他又到什麼刻意 印象學生學習 已經是高齡犬的妮妮被主人遺棄 由台中動保處收留 到了新環境後 主要由學校輔導老師照顧 白天都待在老師辦公室或者教室 但過完年後突然出現各種狀況 來8個月嘛 他之前其實都還好 那是今年過完年之後 就是他的情況才是比較嚴重 對 那會有那種突然衝出來去追藥 這一兩個月就更嚴重 攻擊性就更強 消防於是發出學生意向問卷 選項1是將妮妮歸還流浪犬中心 選項2留下妮妮繼續當校犬 但針對缺失事項將申請經費及 私生募款改善 全校學生102人回收61份問卷 其中有85%希望將妮妮退養 我們現在民法上把這個動物還是當作物 法規是你可以退了 東保初將派遣訓練員到學校協助 消防也強調不會退養 近年來有許多學校以領養校犬 來推廣生命教育 但如果沒有事先評估規劃 恐怕妮妮的故事還會已再出現 反而成為負面教材 進入黃捷黃融參謀島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